我们学习这些不是为了逃避现实 而是为了直面现实的困境 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就在此生中得到幸福和快乐 师尊教导我们的 就是具体的调整方法 《杂阿罕卷11》第281经 银发木剑莲 这位是外道婆罗门 不是木剑莲尊者 只是同名 因为头发竖起了一个大忌 所以称为银发木剑莲 泽罗嘉 指游行起时的行脚生 《魏晨讲坛》 就是第105经中的西游讲坛 不同宗派的人会聚集在那里辩论 当时在外道出家的银发木剑莲 来向世尊请教 彼此问讯后 他退出到一边 世尊问 你从哪里来啊 有很多不同宗派的沙门 婆罗门 行脚僧等出家人 在西游讲坛里集会听法 我也跟随着他们 就从那个讲坛来 你是为了什么 才跟随着他们 听他们讲法呢 我是为了听他们怎么辩论得胜 以及怎么把别人辩倒 如果只是听这样的辩论 并没有什么意义 他们只是互相拆台 因为这样的辩论都是各怀鬼胎 而听众们 常常会高估自己的思考判断能力 如果我们正在现场 听希特勒斯大林这些人演讲 还有看某些人的极端言论 大多半的听众 都会为他们癫狂 这样的人 在自媒体时代 更是遍地都是 举个例子 我想让你相信 只要每天念 何以解忧 我有阿涵 这个咒语一万遍 你只要做这个 而且要坚信 不能间断 就能生活富足 身体健康 家庭和睦 而我则是某位著名神灵转世 然后再造几本梵文版的 如是我文 到河南做旧 工艺很成熟 反正有95%的如是我文 都是凭工造的 不插着几本 再编造一些数据和案例 三三理事和王武 家庭住者身份证号 我都能给你造出来 其中有些人因为信任体制 加上想逃避现实 他们就会尝试 因为安慰级效应 这样的确会让他们更加愉悦 更有信心 再加上点运气 所以生活和工作会更加顺利 他们就更加以我马手势张 在花钱雇一些水军 招募一些人说会到的班凶 引导舆润肇事 再加上免费的水军 这样阿寒教就出现了 而我就是教主 自古以来 全世界各大小宗派 各种造神运动 就是这样出现的 而且很多正在我们身边发生 这样的言论不关心真相 真相 算个屁 他们只负责激发仇恨和恐惧 只要那里依附他们 跟随他们 如果再加上量子理论 调整频率 提升维度 和宇宙合一 那就更苦了 没有数据 没有逻辑 只有刻意的遮掩和凭空的捏造 只要输出情绪 被人们关注和跟随 就对了 镰刀已经准备好 就等韭菜长高 乔达摩 那您给弟子们说什么 才使他们为别人解说时 不诽谤如来 不增不减 真实的讲解 如法的讲解 是导向寂静涅槃的 按步骤讲解 而没有别人来砸场子呢 这是客套话 只要你创立了一套体系 必然有人会来砸场子 过去有 现在有 未来还有 而且根据上下文的意思 其实对方是在问 乔达摩 那听你的讲法 又有什么好处呢 听我讲的法 能得到智慧和解脱 乔达摩 那您让弟子们 都经常练习什么 能让他们得到 圆满的智慧和解脱呢 经常练习七觉知 就能得到 圆满的智慧和解脱 那练习什么 才能圆满七觉知呢 只要经常练习思念处 就能圆满七觉知 那练习什么 才能圆满思念处呢 只要经常练习 深口一三种善业 就能圆满思念处 那练习什么 才能圆满深口一三种善业呢 可以先暂停一下 想一想 你的答案是什么 怎样才能圆满 深口一三种善业呢 你是不是认为 要坚持思速 要放声 要持咒 每天要做功课 要经常对人和颜悦涉 经常帮助别人 那你又为什么持速 为什么放声 为什么持咒 为什么做功课 为了传一套 无量功德机吗 还是为了 在别人面前显示 你看 我是圣人 快来给我点赞 转发关注 说白了 这还是造神的生意 这是交易 我们看看市中的答案 只要经常练习 密乎六根 就能圆满深口一三种善业 为什么只要经常练习 密乎六根 就能圆满深口一三种善业呢 当眼睛看见漂亮的 那人心动的东西时 比丘不喜欢 不赞叹 不攀缘 不执着 不安住在那里 当眼睛看见丑陋的 那人不舒服的东西时 比丘也不害怕 不厌恶 不嫌弃 不生气 对漂亮的东西 永远不再去攀缘执着 对丑陋的东西 也永远不再去攀缘执着 内心安住不动 圆满解脱 毫不懈怠 而鼻舌身意五根 也是这样 像这样 经常练习密乎六根 就能圆满深口一三种善业 所以 真正的圆满深口一三种善业 并不需要你做那些 虚无缥缈的仪式 送那些灭罪的神咒 关键在于密乎六根 为什么经常练习 深口一三种善业 就能圆满思念处呢 多人圣弟子在基金处 树林中修行 他们这样思维 如果运用这个身体作恶 今生和后世 一定会得到苦报 我一定会心生懊悔 别人也会嫌弃 侵蚀我 世尊也会责备我 那些休息清净范行的人 也会依据正法 谴责我 我的恶名四处传播 命中之时 将会堕落地狱 对于作恶 他看见现世和后世 会有这样的果报 所以就断除身体的恶行 而运用身体作善业 口善和意善的恶行 也是这样 这就叫练习身口 意三种生涯后 就能圆满思念处 思念处就是 身念处 受念处 心念处 法念处 七觉分就是七觉知 是念觉知 折法觉知 精进觉知 喜觉知 清安觉知 定觉知 舍觉知 每个念处 都对应七觉知 顺身身关注 就是深念处 为什么经常 练习思念处 就能圆满 七觉知呢 我见点 比丘练习 深念处时 能如实意念 觉察身体 安住不万 像这样 如实意念 安住不万 就是念觉知圆满 在练习的时候 你还要抉择 采用什么方法 这个方法 是不是恰当 像光呼吸 就有十六步 还有光明响 白骨关 折心关 洗心定 舍心定 无常关 这些都是武器库 当你焦虑时 抑郁时 恐惧时 贪心时 愤怒时 分别采用什么方法 能不能解决问题 后续怎么处理 像这样不断练习打磨 就是 折法觉知圆满 在这个过程中 你要断除烦恼 圆满上法 以身恶法令断除 未身恶法令不生 以身上法令增广 未身上法 尽令生 就是精进觉知圆满 你在不断精进的过程中 会产生把控感 时常沉浸在心流中 这时会新生喜悦 不断圆满 就是喜觉知圆满 出肠 二肠中 都会产生喜 以息绝分 就是清安觉知 这是身心远离出众 轻松安和 新生欢喜之后 身心远离出众 轻松安和 不断圆满 就是清安觉知圆满 从出肠到四肠 都会产生清安 进入出肠 要破除五概 这是第一重清安 进入二肠 寻四子息 这是第二重清安 三肠子息喜 就是第三重清安 第四肠 出入息亭子 这是第四重清安 三摩体 就是定 心意尽性 身心清安之后 就能得到定 不断圆满 就是定觉知圆满 再进一步放舍 放舍所有的欲望和担忧 放舍喜乐 一切平整情境 不再分别 不断圆满 就是舍觉知圆满 就像这样 受念处 心念处 法念处也一样 这就是经常练习思念处 就能圆满七觉知 在《中文行念路经》 关于思念处的讲解 更细致 一共讲了八集 还不清楚怎么操作的 可以仿佛练习 为什么经常练习七觉知 就能圆满智慧和解脱呢 木槿梁 如果比丘练习念觉知 就能依止于远离 依止于离遇 依止于寂灭 去向放舍所有烦恼 这就是修念觉知 其他六个觉知也一样 这样练习之后 就能圆满智慧和解脱 这就是修行的顺序和步骤 能从此案到达彼岸 光无息十六部中的 最后四部 光无常 光离遇 光灭 光气势 其实才是师尊讲法的核心 师尊也经常强调 即使你不能怒定 也要修这四部 你只能进入出场 还要修这四部 不管你到哪个阶段 都要修这四部 实际操作上 这十六部很灵活 为什么人们 都被各自的影头控制了 为什么现在焦虑症 和抑郁症越来越多 问题就在这里 虽然在具体的影上 还要继续剖析 但根源就在这里 如果你还追求 气脉呀 神通呀 这里动 那里动 转核车呀 我心轮动了 我看到什么了 这些都是 还没真正入门 引发木杰人听完之后 单产就证得了出国 他请求出家 后来证得阿罗汉国 第282经 加维加罗 在古印度的 央家国 沾坡城东边 现在中印度的东部 当时 师尊住在 加维加罗的 摩征灵陀灵中 有位名叫 玉多罗的少年 是婆罗门 波罗舍纳的弟子 他来拜访师尊 恭敬问讯后 退走了一遍 师尊问他 你的师父 波罗舍纳 有为你讲解 怎样修持六根吗 说了 乔达摩 他怎么说呢 我的老师说 眼不观色 耳不闻声 这就叫修根 如果像你师父所说 那么盲人 不就在修持眼根吗 为什么呢 因为盲人 眼不观色 但是阿南尊者 站在师尊后面 拿了扇子 为佛三分 他也说 如果按照 波罗舍纳所说 那么龙人 不就是在修持耳根吗 为什么呢 因为龙人 耳不闻声 这时益多罗 呆落木鸡 也不知道怎么回应 现在还有不少人 致命得意 认为不生不灭 本质原成 无作无受 不要学习啦 不要分别啦 他们以为 这就是道 结果一辈子就废了 法律 密乎六根 属于律义上的 借上了修持 师尊跟阿南说 波罗舍纳的修法 不同于圣者律义中 教授的 无上修持六根的修法 希望师尊 您能为比丘们 解说圣者律义中 教授的 无上修持六根的修法 比丘们听后 会尽受奉行 你认真听 好好地思考 我为你解说 眼睛看见色尘 深眼时 如果看到 漂亮的东西 心生欢喜 这时要修艳离 保持正念正知 这是第一种 比如不静光 把帅哥美女 看成一个移动的马桶 而像光呼吸 光明下 当你把注意力 从外境收回来 也能减少各种烦恼 如果看到丑陋的东西 心生厌恶 这时要去除厌恶 保持正念正知 这是第二种 比如看到 有些人很讨厌 这时要练习 慈心和喜心 愿他们知错能改 对方不一定 真能努力所愿 但这些能帮助你 自己从烦恼中解脱 如果看到 漂亮和丑陋 参杂的东西 比如看一个人 眼睛好看 但身材不好 心参杂的欢喜和厌恶 这时 你可以根据需要 修艳离 或者去除厌恶 保持正念正知 这是第三种和第四种 根据自己的需要来 第五种 是修平等 修放舍 我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 讨厌还是不讨厌 不再分别 随它去 保持正念正知 第五种 在禅宗里应用非常普遍 这五种应用非常广泛 平时都可以拿来用 比如你心情低落时 焦躁时 当出现各种隐的时候 可以运用这些技巧 调薪 贫富心境 但这里和下面的顺举反了 对到巴黎本 这五种 不是无善修持六根的修法 而是甚至立于中 教授的修持六根的修法 四双八卫 所有圣者都是通用的 不是无善 阿南 如果像这五种情况 好好调整 密乎眼根 时常练习 这就是圣者立于中 教授的修持眼根的修法 而鼻舌生意 这五根也一样 这一段才是 无善修持六根的修法 是阿罗汉平时应用的方法 更加直接 参照巴黎本 这里要加上一句 而此是有为 初 缘所生也 否则 语意不通顺 世尊 那什么是圣者立于中的 无上修持六根的修法呢 当眼睛看到色尘 而生起眼时 如果新生欢喜 厌恶 或者掺杂的欢喜和厌恶 圣弟子们都能如实知道 我生起了什么感受 这感受是有为的 粗糙的 因缘所生 我现在要安顾在寂静中 安顾在圣庙的 平等放射中 当这样思维时 弹子间 原来的欢喜 厌恶 或者掺杂的欢喜和厌恶 都会消退 就能平静地放舍 安住 其他的耳鼻舌生意 都一样 当这样思维时 在一眨眼间 就像莲花不着水 就像强劲的人 吐口唾沫 就像把水滴 撒在烧红的铁球上 马上消失 就像弩智生 倒拔垂扬柳 原来的欢喜 厌恶 或者掺杂的欢喜和厌恶 都会消退 就能平静地放舍 安住 安然 这就是圣者利益中的 无善修持六根的修法 和上面的相比 无善修持六根的修法 强调放舍 而且更熟练 如果你发现这样做不到 挡不住 那就继续回到 上面的那五种修法上 学见记指有学圣者 只从初果相 到四果相的圣者 常此厌恶 常愧 困扰 厌离 那什么是有学圣者利益中的 修持六根的修法呢 当眼睛看到射程 而生起眼时 如果新生欢喜 厌恶 或者掺杂的欢喜和厌恶 圣弟子生起 常愧 困扰 厌离 六根都是这样 这就是有学圣者利益中的 修持六根的修法 对有学圣者的要求是 当烦恼生起时 起常愧心 想办法从其中脱离 这就是最初步的要求 按难 这就是圣者的修法 无上的修法和有学圣者的修法 我为生文弟子们所应做的事都已经做了 你们也应当做你们应当做的事 后面有个备注 详细说明就像第172经 窃毒蛇经一样 卷11就结束了 在知识星球里 有朋友问 如果不工作 每天只是打坐听经经行 可清爽了 一上班 遇到各种牛鬼蛇神 各种烦恼也都来了 修行就是直面这些烦恼 你看全球一大半人都在求神拜佛 在宗教中寻找安慰 为了什么 不就以为这样能解决问题吗 至少你现在清楚 只能靠自己 必须靠自己 而且世尊还教了条路烦恼的各种具体手段 这已经比大多半人少走了多少冤枉路 这就是我们的优势 好 感恩老师 感恩周游阿罗汉 感恩大家花时间听法思维 感恩大家也能蜜糊溜根 圆满解脱 有问题 我心求 我有问必答 欢迎大家观众公号 你好阿罕 只跟你说 不忽悠可实践的真理冥想 可以解忧 我有阿罕 欢迎点到转发关注充电 欢迎加入频道会员 把视频传播给更多人 欢迎来你平安吉祥 一切顺利 谢谢